天气太热,晚上抱着碗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,你可以试一试这个腌辣椒,用它拌米饭,拌面条都很好吃,首先我准备了三种辣椒,这样不吃辣的和吃辣的都可以吃,先用清水洗干净,晾干水分过后,再把辣椒根摘掉,对半破开,更容易入味,多加一点盐,抓匀腌制两小时,我每天分享都是很简单的家常菜,您可以点赞留个关注,方便下次想吃不会做还能找到我,腌出多余的水分,留着不要丢,再加入蒜片, 抓拌均匀,锅中放四两油,油热把姜丝炸香,再放香料,炒出香味,三斤辣椒倒两斤拌酱油,二两冰糖,一两香醋提味,开大火把它熬开,这时候把辣椒装入无油无水的玻璃瓶中,淋入放凉的酱汁,放点白酒保存更久,盖上盖子腌两个小时就可以开吃了,这样腌出来脆爽开胃又下饭,有喜欢吃的可以收藏在家腌着尝尝